我说,今天你唱歌特别好听,你快下来 然后最后呢,我乐场人也多 唱完他们全上无顶了 都寻短见 我以为你们不会笑 大家好,我又回来了 我今天我想跟你说说 我现在正在看的一个电视剧 国内现在叫追剧 我在追那个叫 酸甜苦辣小夫妻 是那个演员 男演员叫王雷 女演员叫车小 我追这个剧呢 纯粹是因为车小 是我和我老公最喜欢的女演员 最喜欢的女演员 最喜欢 没有之一,就是最喜欢 特别喜欢车小 王雷呢,以前没听说 然后这回呢,第一次看 觉得这个剧吧 有点胡编乱造 这个剧胡编乱造 然后呢,那些演员演的真的是很不好 我追这个剧呢 我们俩追这个剧呢 就是因为那个车小和王雷 他们两个搭戏我觉得是搭得特别好 他们两个那个幽默感 好多人可能是没有觉察到车小的幽默感 然后我就是特别喜欢那个车小的幽默感 那种冷幽默 那种冷幽默你知道,特别喜欢 然后他跟王雷 王雷两个人的这种幽默感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契合 就特别喜欢他们俩 如果大家喜欢呢 如果大家有兴趣呢 也可以看一看这个电视剧 人这个生活当中啊 你一定要有幽默感 一定要有幽默感 我就比较喜欢幽默 我上大学的时候呢 那个就是周末节假日什么的 有男孩约我们出去玩的话 然后我就有两个条件 两个条件 跟我一块出去玩的男孩 必须具备两个条件 就是这一群人当中 男孩当中一定要有这么两个人物 一个是呢 会摄影 会摄影 我从小就是特别臭美 喜欢照相 然后一个男孩呢 一定要会摄影 还有一个呢 就是具有幽默感 能给大家逗乐 然后我才愿意出去玩 上大学的时候 我们的同学都知道 都知道我这个原则 然后呢 我做视频当中 其实我也那个 有时候展示一下 跟大家开个玩笑 可惜呢 好像政治这个话题吧 太严肃了 好像好多人都没有领会到 我第一次跟大家开玩笑呢 就是我说 哎呀我现在做视频 我老公就特别高兴 他就特别高兴 然后他说 哎呀你现在做视频 再也不会缠着我了 然后我就可以踏踏实实的 其实是开玩笑 我没有缠着我老公 其实我没有缠着他 他有他的事情做 我有我的事情做 那是我跟大家开的第一个玩笑 然后第二个玩笑呢 就是 第二个玩笑就是 好像 就是郭文贵 开那个全球发布会 第一次开那个 所谓的全球发布会 然后在他们家客厅里面 我搞了一个片头 然后跟大家开个玩笑 然后呢 那个好像只有两个人领略到了 然后私下里给我私信说 要让你笑死了 然后只有两个人 还有一个开玩笑呢 就是 因为我那个演播室啊 有一段时间不能用了 不能用了 所以呢 我就那个没有去演播室 然后我就对着那个 对着那个电脑屏幕 做了几期节目 然后好多人就说 哎你怎么不露面了 然后我就开个玩笑 我说哎呀我太丑了呀 跟人家那美猴王没法比 跟人家那个耿静 没法比 跟人家那个张新平 没法比 跟人家那个 那个叫什么来着 就十岁被打成那个 右派的那个 叫叫什么来着 那个那个女士 我就说跟人家都没法比 好多人就当真 我只是开玩笑 我只是开玩笑 我对我自己的外表 还是很自信的 还是非常自信的 只是开玩笑而已 也是好像只有两三个人 领略了 领略到了我的幽默感 其他人都没有觉察到 然后那个 今天早晨呢 我老公说 你今天干嘛呀 然后我就说 哎我那个什么 昨天我拍的那个 那个照片 我在我的微信群里面 微信 微信 朋友圈里面 我说 我摄影师兼模特 然后呢 就有一个朋友 我们当地的啊 当地的朋友说 韩姐 你你你拍的太好了 你能不能帮我 也拍一组啊 我说可以啊 然后我就跟他说 我就约了他 今天我帮他那个拍照 我就跟我老公说 我现在 我现在有模特了 我现在有模特 我老公说 呵呵 可以啊 有点这个 这也是摄影师的架势了啊 我说那是啊 呃 这件事情 郭文贵这件事情呢 虽然说给我带来了 不少的烦恼 但是呢 如果没有 郭文贵这件事情的话 我也不能转型 那个到摄影师啊 我老公看了 我也一眼说 呵 心态真好啊 摄影师了 哎 生活当中 就是得轻松点 幽默点 呃 不要那么严肃 不要一天到晚的 阶级斗争 不要一天到晚的 上钢上下 一天到晚的 气鼓鼓的干嘛呀 好 感谢您的收看 就跟你聊到这里 谢谢 拜拜